哇 真的是鮮 甜 乾 純 濃 有沒有 給力 太厲害了 對 如果這個冷卻的話 我願意跳進去洗澡 這耗費三天三夜所熬煮的牛肉濃湯 加上玫瑰鹽 小碼我沒有誇張 真不是改的 喝一口滿嘴都是濃濃的奶香味 老闆說 湯頭其實是他們家主傳的 山東日照白湯做法 雖然費時費工 光瓦斯費一個月就要要價八萬塊 每晚還得起床三次調整爐火 簡直把牛肉湯 當成小孩一樣在照顧 但老闆不吝嗇 好東西就照分享給大家 這是留最好的部位 對不對 像我這個切掉的這個 待會兒之後再用剪刀去修 還要讓剪刀修 這要怎麼修 這個是不是 修怎樣 你跟我講 這個金是重點 對 所以這個黃塊金是重 這裡盡量不要 這裡的 這個就是不要的 這就修掉了吧 它最主要就是說 在金跟肉的角度 它其實是三塊肉 你看它是三個 三塊肉 跟金連在一起 因為我們這樣修也不是 也是為了它的口感 因為你肉跟金剛好一半的話 它吃起來的口感比較特別 但是這些一塊一塊的 就有可能是放在萬元以上 牛片裡面嗎 這個是1500元的會用 這才1500 1500的才有這個肉 那到底是什麼才是1萬塊的肉呢 自從台灣有了牛肉麵結 各家四方牛肉麵如雨後 春筍般紛紛冒出來 但你可聽說過 有一間牛肉麵 365天不熄火 一碗牛肉湯要用72個小時 三天三夜精心熬煮了吧 這一碗精華中的精華 牛肉濃湯 不僅在台北街頭默默抓住客人的胃 更是熬煮到成為 台版米其林美食四顆星 美國網站票選 全亞洲最佳101餐廳中的 唯一評價小吃 到底這碗令人驚艷的牛肉湯 關鍵72小時有什麼秘密 你以為這個道具嗎 好 就跟著台灣地等的小馬 前去吃這個台灣的牛肉麵之外 Let's go 老闆你好 你好 沒關係 你好 你現在在幹嘛 我在放牛大骨頭 牛大骨頭 這是還沒有煮過的 你看有沒有骨髓還在裡面 對 對不對 這個牛骨你是取哪一個部位 因為牛一大隻耶 牛大腿中段的部分 中段部分的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它骨髓比較多嗎 因為骨髓煮的時候 它會整條跑出來 整條跑出來 然後再裝湯裡面 然後我們把那個骨髓 另外撈起來會做骨髓油 骨髓油 可以提升它的牛肉的味道 整個 你要放多少的分量 大概是三 那在幹嘛呢 我們要熬湯用的 熬湯頭 對對對 只有大骨嗎 大骨還有這邊的肉 這個肉不是牛肉麵 就直接可以用來吃的肉嗎 這個是拿來煮肉湯的 用完就變成肉渣 在裡面煮了一個小時以後 它就會變成肉渣 肉渣 肉渣濃掉就濃掉 精華都到湯裡面 所以湯頭肯定是非常努力的 沒錯 你看到這樣一大疊的肉 這有幾斤的肉 這大概有20斤左右 所以是30斤到20斤 下去一起煮 對 你已經把秘訣告訴我們了 沒關係 大方 我就喜歡這種大氣的人 對不對 來 繼續放 火候要不要控制它火藥的大小 要 我們第一天要用冷水入料 冷水入料 對 然後要看 開火讓它慢慢的加溫 是 然後才不會 它的那個 所有食材的細胞壁 才不會因為高溫突然會磕 而營養細胞壁出來 你剛剛講話有點像是阿基斯 你講到細胞壁這種專業的名詞 對 就肉本身跟骨頭本身的細胞壁 養分 不要讓它破壞掉 為了要給大家最好的牛肉麵 老闆不計成本 鍋底高湯以30斤 約60根的牛大骨 加上20斤的高級飯店 所使用的牛小排肉為基底 再以冷水慢火加溫24小時 第二天再以中火繼續熬煮 直到湯頭上層浮出厚厚的骨髓油 就可以開始進行去油脂的工作了 別以為這些撈起來的骨髓油 就這麼輕易的丟掉 這油可是大有學問的 冷卻過濾後 可以再提煉製成牛氣濃郁的骨髓辣油 去油後的湯頭 第三天再使用文火 吊湯去除雜質喝腥味 進行最後的調整 真是功夫一流 現在湯頭第三天我們來看看 給觀眾朋友看看 各位觀眾朋友 我現在看到湯頭有點像是 味噌湯的感覺 味噌湯的顏色 但它確實是牛骨 牛大骨 大腿中斷的骨頭 鴨骨髓 加上牛小排旁邊的碎肉 經過72小時 燉煮之後完成了 掌聲鼓勵一下 太棒了 我覺得這個湯都在發光 謝謝 真的在發光 這個最後你們要加上一點調味料嗎 玫瑰鹽 玫瑰鹽一般是西山町材 裡面用玫瑰鹽一點點 給客人這樣沾沾的 你用玫瑰鹽 好厲害 對 其實可以夠看 也是啦 不要說中間有辣椒 那我可以試過一口嗎 我覺得我對這個湯 要保持一種尊敬 一種享用美食的一個人 他對於煮出這個湯頭人的一個 尊敬 一種敬仰 我進去 我進去 這個太厲害了啦 你這個有點像是 有點像毒品 一口接一口 而且它有一股奶香味 對 奶香味 是奶油的味道 鈣 鈣質 我們喝牛奶要補充鈣質 對 這個的鈣質非常高 所以年紀大人可以來 多喝什麼 大人 我們真的有一點都濾掉 它濾在這裡有一點都濾掉 哇 真的是鮮 甜 乾 純 濃 有沒有 給力 太厲害了 對 如果這個冷卻的話 我願意跳進去洗澡 這耗費三天三夜 所熬煮的牛肉濃湯 加上玫瑰鹽 小馬我沒有誇張 真不是蓋的 喝一口的滿嘴 都是濃濃的奶香味 老闆說 湯頭其實是他們家 祖傳的山東日照白湯做法 雖然費時費工 光瓦斯費一個月 就要要價八萬塊 每晚還得起床三次調整爐火 簡直把牛肉湯 當成小孩一樣在照顧 但老闆不吝嗇 好東西就照分享給大家 三天兩夜 加上最後一夜 就是三天三夜 天啊 我的歌聲怎麼那麼好聽 老闆你煮這個牛肉麵 算是面面俱到 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環節 都非常的注意 所以我現在要替各位觀眾朋友 來品嘗這個黃金72小時的 牛肉麵好不好 那麼牛肉麵 我們應該要加點酸菜 不行 不能加酸菜 為什麼 因為會破壞它湯頭的味道 好 那加點辣椒 不行 不行 也不能加辣椒 也不行 會破壞湯頭的味道 我是要加在滷味這邊耶 滷味這邊是用另外一種 這個是加紅燒的 那加點鹽巴 玫瑰鹽可以 玫瑰鹽可以喔 玫瑰鹽可以喔 味道不好 我先吃吃看這個 先喝湯頭 剛在裡面喝的湯頭 但是湯頭沒有加了蔥花 也沒有加了蔥花 也沒有放牛肉上去 也沒有放薑絲 所以現在湯頭肯定又是不一樣的味道 好濃郁喔 天啊 這好像直接從牧場裡面 現場就看到有牛在旁邊的 真的啊 什麼 有牛叫聲耶 真的嗎 你吃肉嗎 對 上面這個 腱子肉 腱子肉 小花腱 小花腱有沒有看到 小花腱 小花腱 你看它那個晶瑩剔透 那個晶 有沒有 厚光那個程度 每一片都好像有一個 天然的紋路 好漂亮 你看我的眼神 裡面多少種變化 它完全運運沾了三十七十二個小時 裡面三天三天的變化 對 沒錯 不得了了 接下來麵條 麵條也很重要喔 看我的整形 一吞下去之後 那個湯頭那個味道 從你整個食道 開始擴散出來 你的鼻腔現在 呼出來的氣 對 有沒有 牛皮氣 對 差點鼻涕都流出來 但是太好吃了 旁邊這個東西是 怎麼回事 花肝 你們也有厲害的花肝喔 對 我們的牛乳花肝 因為我們飲出去 牛乳花肝 還可以再加 加什麼 我們那個骨髓 骨髓油這個 對 我剛剛有幫你撈過 直接放進去 然後拌一拌 拌一拌 我剛剛夾了一塊那個 花肝 上面沾滿了骨髓油 好 來吃吃看 你們獨家的骨髓油 對 因為它裡面氣孔很多 它氣孔很多的時候 它就會把湯汁 汁液跟所有的調味的 這些原料 把它的味道 鎖在這個食材裡面 當你吃下去這花肝的時候 本身花肝豆類的 有它的味道之外 你所包覆的這些骨髓油 牛肉的味道 它會也非常好 正點 這個在台灣呢 我目前吃到的花肝 已經算是金字塔結成 真的嗎 你的牛肉麵也是金字塔結成 這不能刮到我們 台灣第一的主菜 我們是有口碑的 這個 是什麼東西 裡面有豬頭皮 有豆干 有花生 有滷蛋 全部搞在一起 而且你這個滷味有一種 有一種那種炭燒味 對 我們要憋著 然後有點焦焦的 對不對 有點焦焦的味道 像以前我們喜歡吃 蛋鍋裡面的鍋巴 對 要焦焦的 然後我們吃蘿蔔糕 要吃煎著焦焦的 對 吃水餃要把它煎著焦焦的 才會香 才會香 非常好 而且符合你整個店裡面的 一個風格 你店雖然不是一家很大的店 但一走進來呢 可以感覺到你的用心 你把整個牛肉麵的食材 配合文化 配合你的環境背景 做到一個巔峰造極的一個狀態 從牛肉麵到花肝 炒爐每道菜每樣細節 都隱藏著老闆對食物的用心 小小的店面因為堅持 默默的在台北街頭 國際餐廳評選中綻放光 在台北 據說有一間牛肉麵專賣店 不僅可以做出世界第一的牛肉麵 甚至還被譽為台灣的 國寶牛肉麵 造成國內外上百家媒體 爭相採訪報導 造成廣大的討論 到底這小小一碗牛肉麵 有什麼獨特之處呢 有個人耶 那達至富豪人生耶 好像很厲害的樣子喔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看我拿這碗來 是要拿來給你撐麵的嗎 是...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好 是... 那你這邊有什麼樣厲害的牛肉麵 可以讓我吃吃看 我這邊有一個比較就是說 入門款的 對 但是是富豪做的 所以一碗都是500塊錢 500耶 對... 500耶 是... 500的話應該在外面 你已經吃到那種 超巨無霸的牛肉麵 才是500塊 對... 所以你這樣這麼小一個尺寸就500了 對 沒錯 來 先來一碗我們吃吃看 好不好 看來要品嘗世界第一的牛肉麵 口袋可要夠深才行啊 哇 天啊 這牛肉不僅軟嫩 一碗還能夠吃到不同的部位 糖頭喝起來 則有一股清甜回甘的韻味 越喝是越帥氣 老闆表示這還只是入門款 接下來要請我享用 進階版的冠軍牛肉麵 這個是1500 1500的是不是 1500的牛肉麵 這個牛肉還有圓形耶 對 有點... 真的太特別了吧 我接個電話 你接 這個更輕耶 這個好炭啊 喂 你好 我這個禮拜六個中午是不是 好 沒問題 就是六碗一萬塊 好 沒問題 什麼 一萬 一萬對不對 一萬一碗對不對 原來這世界第一的牛肉麵 價格也是居世界之冠的 老闆自豪地表示 他們的牛肉麵雖然貴 可是天天都高棚滿座喔 看看這些消費明細 可不是什麼精品店刷卡單 全都是來朝著牛肉麵裡 究竟這萬元牛肉麵 有什麼樣的魔力 讓我們來看看製作明星 老闆你現在切的部位是什麼部位 這個是 它等於是牛腱筋跟肉 它混合的地方 是 這就是上萬塊錢用的肉 沒有... 這只是其中大概1500左右等級 1500等級 對 因為我們會把整個肉 我們在全新的時候 來的時候我們會把它挑小 是 像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它不漂亮 OK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使用 那怎麼辦呢 就是煮湯把它用掉 煮到碎掉 煮湯 對 就客人不會吃到這個肉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洋蔥湯 要靠牛肉去 是 所以牛肉去煮 煮才那個很濃的感覺 因為我們煮一次 所以你覺得牛肉不漂亮 就把它拿去煮湯 對 因為造型這樣不好 對 而且不好吃 賣相 對 像您看像這邊 一般它來的... 肉裡的紋理已經不好了 對 不好的話 這個我們後面的那個形狀 不會好看 湯頭 我有聽過人家 煮到幾天以上 你們是不是煮幾天 其實我們煮的話 應該算是煮一天 一天 但是我們要冰一天 冷藏一天 煮一天 冷藏一天 為什麼要冷藏它呢 冷藏的話 一方面可以讓它的油 跟它下滲的肉渣 可以去分開 因為一冷凍的時候 通常我們這樣 我們是要吃豬腳 一冷凍的時候 那個油會浮在上面 對 是 先把它浮在上面之後 要把油去掉是嗎 全部去掉 對 湯頭剛剛喝起來是輕的 完全不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 對 但這個方式也可以去除它的腥味 這是一個技術 那你現在煮不住你這個肉 像我這個地方 我這邊 像它這個很像是 有點像是皮 它這個筋 這個在口感上 都很容易黏牙 是 因為你煮完之後 你就來不及分了 對 不好 你在生的時候 就已經要先從眼 你的眼睛就要辨別出來 哪些是屬於那種油皮 最後大概流下來大概不到一半 後續的過程還會去炒 炒之後還會再去滷 那滷了之後 還會再用剪刀去修剪 所以最後剩下 大概都是三分之一不到 大概都是四分之一左右 我可以用四個字叫去無存精 可以這樣子 對不對 就不斷的用過程當中 繁複的手續 不斷的把不好的去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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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最精華的端上的作具 給客人使用 所以它的價格就比較昂貴一點 調卷出最適合的拿來做成 牛肉麵的高級牛肉部位 將牛肉分類 賣相不好的牛肉淘汰 拿來熬煮湯頭 將25斤牛骨加20斤的牛肉 慢火熬煮沉澱冷藏 鎖住牛肉湯最鮮的精華 而賣相最好的牛肉 進行第一次的整形 將多餘的油皮剔除炒料滷肉 接下來就要準備再幫牛肉 進行第二次的整形了 老闆 現在炒過滷過 你現在在幹嘛 我現在在 先把它切成一個型 然後之後再用剪刀去修剪刀 你還要再細修它 對 那修出來的部分是不要的嗎 對 淘汰 淘汰的 那你們會一般來講拿去做什麼 我們一般會 會有那個流浪狗結會 牠會來拿 等一下 是 這個沒辦法用 我吃吃看 可以 它比較沒有味道 這個味道還沒滷進去 已經很香了耶 老闆 你帶 是 謝謝你 你太照顧了你的狗狗了 我沒有 不用直接丟掉 精益求精 摧毛求吃 對 聚無成精 一直留最好的部位 對不對 像我切掉了這個 待會兒之後再用剪刀去修 還要這樣剪刀修 這要怎麼修 這個是不是 修怎樣 因為我們... 你跟我講... 這個筋是重點 對 所以這個黃黃的部分 這裡盡量不要 這裡的 這裡的 這個就是不要的 這就修掉了吧 它最主要就是說 在筋跟肉的角度 它其實是三塊肉 你看它是三個 對 三塊肉 連在一起 跟筋連在一起 因為我們這樣修也不是 也是為了它的口感 因為你肉跟筋 剛好一半的話 它吃起來的口感比較特別 但是這些一塊一塊的 就有可能是放在萬元以上 牛麵裡面嗎 這個是1500元的會用 這才1500 1500的才有這個肉 那到底是什麼 才是1萬塊的肉呢 這個其中 這邊您看到有一塊 對 1萬塊的肉 其中有一塊就是我現在修的 這一塊 像我們這個肉 它一箱大概只能取個四五個 一箱肉 一箱肉 20幾個 20幾個就取個四五顆 對 因為這個很少 那你這樣1萬塊的麵 一碗裡面有幾個對不對 一個啊 一個 就一個喔 對... 所以這樣能吃這一條 對 其中一個啦 因為我們每一碗麵裡面 都是大概四五種不同的肉 那其中有一個肉 是從就是 筋跟肉的混合中間去找 真的有人來吃喔 有... 不是有人來吃而已 是常常有人訂 每一天都有嗎 幾乎可以這樣 每一天都有嗎 你每一天可能有幾碗 你一碗塊的麵 有時候一次十幾碗 也有出現過 YES 對 好了 我覺得 為什麼你這東西拿下來 如果好像淘穀學家 拿到盤子有沒有 去那個挖...有沒有 人家那種挖木有沒有 對 然後拿到一個 這個是... 你看 仔細看一下 這是玉璽 它這個肉也是一半的精 一半的肉 漢潮的 那這個它... 漢武帝 漢武帝 你覺得以前古代人 有沒有像以前古代人 在吃牛肉喔 是 對 宮廷裡面皇帝 搞不好都沒有吃過 像這樣子刁鑽對不對 對... 恐怕沒有 因為你在以前的這個 所謂的食譜 記帶下來 應該沒有一個廚師 可以細膽告訴你說 我跟你講牛肉整個部位 一箱二十公斤的肉 就取這五個 對 也沒有人跟你講說 要這樣... 去無存心 所以古代皇帝 沒有辦法拿到這個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食材的作法 一直在改變 所以你這已經打到 是現代版的皇帝在吃了嗎 可以這樣講 吃過就是皇帝嗎 這倒不一定 用最頂級的牛肉 以最完美的處理方式 整形再整形 將滷過的肉塊 邊邊口感不好的地方 全都修剪得乾乾淨淨 光是不要的肉 就比留下的還多 經過一道又一道 去無存心的繁複手續之後呢 這些各種不同形狀的 寶石牛肉塊 真的可以說是精華中的精華 老闆 這一格一格裡面是什麼 它是完全不同的湯 對 那每一個不同的洞裡面 又有不同的肉 你說這每一格裡面 是不同的湯 對 不一樣 但是都是牛肉湯吧 是...都是牛肉湯 因為我剛剛前面吃一碗 當中你說是一號湯 對... 所以這每一個都不同的號碼 對 它等於是不同的濃度 不同濃度 你們是用怎麼樣來區分呢 你們有測量的儀器嗎 用試的就知道了 用舌頭 舌頭就是你最好的儀器 很明顯 味道非常明顯 非常明顯 我可以來試一下嗎 這個沒有那麼... 這沒有那麼多 你可以試試看 但因為它是泡肉的嘛 所以味道還是屬於稍重的 泡肉的 這不是拿來給人的嗎 是 也是泡肉也是給舌頭的 它這個是要調整的 你可以喝這樣 這個... 這個味道很厲害 味道差很多 非常重 真的 你這樣有沒有高耶 對 非常重 你這個味道真的是已經到一種 膏狀了 所以它是每一套不同的 這個蛋 對 完全不同 所以它是用濃度來分的 我們有分番茄清溫的 對 然後還有適合加辣的湯頭 還有就是說 牛肉的味道比較濃的 比較香 牛肉麵最難的其實是香味 對 我們因為牛肉麵湯口 不斷地一直加熱 加熱之後它會揮發 不會有香的 會很死心 所以不只是牛肉把它分類分等湯 牛肉湯也要分等 都一樣都分等 關不及待 我們來嚐一下牛爸爸好不好 牛老爸的這個 一罐塊 一罐元的牛肉麵 有問題 老爸來湯頭一罐講一下 好 我是吃比較重一點 比較重口味 對 我的口味比較重的味道 我們這兩邊 它的湯口是屬於比較濃的 它應該有靠過它的重點 然後它會加一點醬 它這個醬有一點甜味 這醬是什麼醬 它算是雜醬 雜醬 是我們特別嚐 牛肉麵放雜醬 對 好酷喔 沒錯 它它會帶有一點甜味 馬上又把它滴掉 它的味道是屬於比較濃的 你可以試試看 剛剛好 你怎麼... 你認出我很久了嗎 是 你為什麼可以抓到味道的口味 沒有 你為什麼口味重呢 對 然後我就發現 有些面汁耶 而且有一個... 這個味道後來有一種 有一個香味 對 整個湯不加牛肉不加麵 因為我相信麵條下去 就是麵條湯 麵條下去就是這個... 對 味道會變 因為麵條本身不是麵粉嘛 對不對 它會吸點味道 我剛剛喝這個呢 湯最後入口的那一沙拉 回甘回來的時候 有一點牛油... 對... 好像我在吃早餐有沒有 塗一個很好的牛油一樣 好香喔 哇... 經過這一流串的牛肉處理 湯頭製作 這世界第一的牛肉麵廚房 還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不僅牛肉需要經過 反復的手續來處理 就連湯頭的製作配料 也一點都不馬虎 湯頭得依照不同的等級來區分 老闆就像Bartender調酒一樣 利用不同的濃度 冷熱的牛肉湯汁 分層調配 替每一碗要上桌的牛肉湯 製作出最佳的口感 還能夠依照客人的口味需求 要淡一點 要濃一點 要甜一點 要拉一點 老闆統統都能夠 將這牛肉湯調配到 最美味的狀態 太清淡了 來了沒... 來這邊 我先聞 哇 眼睛先不用看 先聞的 哇 你光看這個整個碗 在這個碗的這個上面 這一層的牛肉 我覺得就是已經是 枕頭牛最精華的部位了 應該這樣講 沒錯 船上的味道呢 忍不住想要睜開眼睛看 你要聞的時候 秀琴到聞的時候 你就覺得我要睜開眼睛看 它長什麼樣子 你一掌看 哇 那個透過金黃色的官網 會炸亮眼睛 真的不誇張 這一塊就是到前面那一塊 有沒有看到 這一塊 沒錯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它是金跟肉的混合 乾乾淨淨 乾乾淨淨的 我們剛才在切的時候 大刀破斧的切 因為當中最厲害的牛肉 是這一塊是不是 不是... 不是喔 插它 馬上插進去了 是 有沒有 好 先吃吃看 各位 我現在因為我要... 我必須要替觀眾朋友講 因為觀眾朋友可能就... 我覺得海內外的觀眾朋友 都一定覺得說 怎麼可能有一碗麵到上萬元台幣 平常講 因為我吃過 大江南北的牛肉麵 光光這一塊牛肉麵 我們在後面一起製作的時候 我就已經... 就是非常的... 就像驚人了 是 我真的是瞠目結舌 在看待這個事情 我說 你們這樣子剪掉那個... 去掉的肉 比留下的肉還要多耶 是 這咬進去之後 左邊是筋 右邊是肉 左邊的筋 是帶著融化的感覺 右邊的肉呢 帶著整個散掉 比較軟嫩 軟嫩 非常厲害 我喝一口湯頭 湯頭是我們剛剛... 其實你剛好調的嘛 是 對不對 對 帶出濃濃的 那個牛的香甜味 這個湯它其實算是兩層 我們一開始在喝的時候 上層是濃的 那下層就會弄比較散 因為濃讓你第一印象很好 對 你是有兩層的感覺是不是 對 就是下層會... 喝到最後會比較淡 我看了 眼睛入色看起來 上面那層是多了一點點油的油 對 這個油都是我們最後才加的 因為油都沒經過加熱 所以才會覺得有香味 一般牛肉麵最難就是做出它的香味 哇 層次講究得太厲害了 總共一碗一萬塊的牛肉麵呢 剛剛吃一塊 對不對 一二三四五六 總共六個不同的部位的牛肉 是不是 讓我來猜猜看哪一塊是最值錢的 我來猜...等一下 我來猜猜看是不是 我研究一下 我跟你講 我大概可以已經猜得好了 我覺得我不會猜錯 我覺得我自己有事情 我覺得我自己有事情 因為這一塊是油花噴霧最均勻 而且它幾乎是零缺點 你一看就是它的賣相極佳之外 它讓你感覺到垂顏欲低 你就是想要吃它 不知道為什麼 你現在還會考慮一下 我等一下再試 這個你就忍不住 想要把它直接推下去了 是不是這一塊 沒錯 行家 這個可能要直接入口 因為用筷子它直接就過了 對不起... 直接入口真的嗎 對... 我真的太有口福了 你知道什麼叫做牛肉嗎 就是你吃了之後 有死而不生的感覺 就是覺得... 天啊 你剛剛那個... 那一沙發那一口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 然後就沒有感覺 一碗牛肉麵 可以吃到不同的牛肉口感 難怪可以被譽為世界第一的牛肉麵 湯頭從一開始的濃厚牛味 到越喝越刷取回甘口感 調配的層次變化 著實令人驚豔 每吃一口飽食牛肉 都能夠再再感受到老闆 對於牛肉麵藝術的用心與堅持 真的是會讓人一吃就死而無憾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夫爾摩擦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Dating 好吃 confessed 谢谢大家